上一集讲到,凝政叫李斯快点想办法处理韩非,以免他继续受辱。 表面上,凝政将个波踢回给李斯,叫李斯自己执生。 但是李斯怎么会不懂得凝政笑容里头所吻含的心意? 凝政要他做恶忍,要他做杀害韩非的兇手? 一时之间,李斯真是白敢交集。 这次,他不单止救不了韩非,现在还要亲手杀死他。 他何尝不知道,他这样做是帮凝政揹锅? 但是,除了闹头,他还能做什么呢? 李斯看着日渐威武的凝政,忽然想起了两个人第一次会面时的情景。 从看到凝政的第一眼开始,他就知道, 凝政是他将要一生追随的王者。 也只有追随凝政,他才能够有展示他的才华, 实现他所有梦想的机会。 他的功绩将会飙饼使策, 他的名字也会永随清史。 李斯挟起眼,握住拳头, 终于落定了最后的决心。 这一日,天莫低水,乌云密布。 这是一个沉悶的黄昏, 从云阳监狱的围场望出去, 是一片撩阔的田野。 几个男孩正举着木头削成的兵器, 玩着将军和俘虜的游戏, 疯狂地追踪,兴奋地在那里尖叫。 另外一个女孩,七八岁那样, 梳了一条阳角小边, 非常之漂亮, 坐在没多远的坡树上, 对脚摔下摔下, 非常之有趣。 李斯收回目光, 都还是愁眉不展。 他已经迷了两个时辰, 都还是没办法去面对韩非。 在他的潜意识里面, 他希望就这么熬下去, 最好能够熬到不用见面。 李斯默默地喝着闷酒, 典狱长在一边, 欣勤地在陪着。 他知道李斯心情不靓, 也不敢乱说话, 只是在李斯酒杯空了的时候, 非常之干净利落地帮他倒门。 这个时候, 一个玉卒忽然间来报了。 报? 韩非, 韩非他又发作了。 李斯急忙跟着玉卒来看看什么回事呢? 只见到, 碧劫的囚室里面, 韩非正在手舞足道, 施扯自己的衣服, 羽毛伦次, 丢着牆壁大声喊, 啊, 我韩非, 我韩非, 韩非个韩, 韩非个飞, 天, 我, 我, 咀咒你, 你, 你竟敢令我受恥羞辱 你...你哪個敢點點我 我是韓飛 我是韓國公子 大哀都不止又在那裡唱歌 而且又是亂唱都不知什麼意思 玉珠在一邊說他已經幾天都是這樣了 怕車就瘋了 玉珠的解釋輕描淡寫 但是對於這樣的事情很明顯他已經習慣了 只見到韓飛一字唱歌一字在那裡哭 直到整個人沒有力放在地上說 李斯隔著門看心裡真是淒涼 酷刑、絕望、侮辱、敏感、自尊、驕傲 一樣接著一樣 終於壓垮了可憐的韓飛 到了晚飯時分 玉珠為韓飛送來了魚羹 他說 這個羹是亭衛所鎮 是故意按照深淨的風味攀製而成 以解公子思鄉之情 韓飛斜斜地靠在牆角 眼睛衝了血 皮膚粗糟 整手都是泥 他惡屎能登地挖了玉珠一眼 說 你哪打過過過我 你一天二天哪打過我 我是韓飛 我是韓國公子 而你 便便打我 那个肉粥都懒得理他 他装了一碗仔鱼羹 递给韩非 韩非伸对手出来接住 忽然间又改变主意 一掌拨死碗鱼羹就骂了 李斯 你怎么解不来 看我 他应答过 要来看我的 讲完 整个标起 扑上门道 大声喊 李斯 你在哪里 李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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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着墙听着 好像坐在砧板上 典育长 擦然观星 小心建议 大人 需不需叫他收声 李斯 拧拧头 站起来说 不必了 让我和韩非当面解决 玉室门 打开了 韩非见到李斯 李斯 一眼将他拧到神 又笑又跳 你终于来了 殊老夫子 今天又各各讲错了 我说过你听 你找他 不不不不不 李斯 向玉室打个眼色 意思就是叫玉室 回避 然后他拧开 韩非 冷冷地说 我是来和你告别 告 告什么别 李斯 你还想要他哭哭哭哭哭哭 不如就这样 跟我回韩国 李斯 不能确定 韩非是真傻 还是扮傻 如果韩非真是傻了 那么对他们两个来说 多一件好事 李斯就不用太内疚 韩非都可以少很多痛苦 于是 李斯也跟着笑话 好 我们回韩国 来 先吃鱼羹先 说完 就帮韩非装上碗鱼羹 韩非大大大大猛擦 大赞好味 还要李斯来多碗 这个时候 李斯再都控制不了 双脚一软 啪声鬼地下来 他哭着这么说 李斯 见到韩兴在育中 日夜受用 又没办法双脚 天天都在争自己 如今有毒 可以帮韩兴做一个了结 韩兴 亦都可以留下全尸 终归不失公子体面 李斯说话都没说完 韩兴已经低呼一声 踏在地下来 身体弯曲成一把公似的 头贴实地下 拼命干呕 李斯心急了 正准备大赤喊人 韩兴 捉住他的手 虚弱地说 好准备叫人 等等我 我安静地 走 走 李斯一惊 韩兴 韩兴忽然这么清醒 是他本来就没锁 还是独发之后的回光反照 李斯都没时间再细想了 韩兴即将死去就是残酷的现实 已经令到他没办法思考 他唯有低头猛哭 韩兴 因我而死 天下 天下 都是我的错 韩兴 虎少朝说 你 不用 愧 愧 我 说过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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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单�iliz 不 需要 因因 为 你 我 如果 你殺天天任何人都不須要愧疑,國法不不不用私情,你我如果逆逆地相處,我亦都必必必要殺你, 而且一一點都不會猶豫,神盡死力,異於君士,君隨隨著陸,異於神士, 這些就是政治,這些就是生意了。 李師姐在那裡抽泣,韓妃休息一會兒,她又說了, 我知知道,你每天都是沒辦法才敢做的,想要我死,其實是盡王的意思。 以盡王用來殺殺我的方法,其實都還是我教給她的。 自照這樣看來,應該是我自己殺了自己才對, 自取滅亡,自有可笑,何卑卑之意有惡呢。 李師不明地問,韓兄何出此言呢? 韓妃對眼已經慢慢失神了,她暗暗沉沉沉地說:「八經之三,你想不想得回?」 經韓妃這樣提醒,李師謊言大誤。 的確,在韓妃所寫的《八經之三》裡面,寫著有這樣一句說話:「生害是死相名,則行飲食,不然而與其受此謂除陰間也。」 什麼意思呢?意思就是說,有些大臣,活著的時候只會妨害君主執政,直接處死他,又會損傷君主的名聲。 這樣的大臣可以歸為陰間之列。 要解決這樣的大臣,君主是有兩種巧妙的方法。 一,是派人在他的飲食裡面落洞,使他暴斃身亡。 二,是將他交到他的仇人手上,借刀殺人。 不理用哪種方法,都既可以置對方於死地,又不至於等人將這條數記在君主的頭上,從而背上罵名。 無疑,在認證心中,韓非就是這庭陰間。 認證對付韓非,正是照方執藥,賢草賣賣,以其人之謀,橫置其人之身。 而韓非這時候複雜的表情,也不知道在暗辭得意,覺得一切尽在自己的術之中, 或在這裡自笑自嘲,他總結出的除陰間之計,結果就將自己都除了。 李斯長嘆一聲說:「唉,原來,你一早就知道魚羹裡面有毒,你本來可以不吃。」 李斯長嘆一聲說:「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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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趁王已會殺我,不是怕派你,就是怕派二搖架。死在你手上,還比死在二搖架手上好啊。」 李斯長嘆一聲說:「韓非慷慷就死,令到李斯倍感內疚。」 李斯長嘆希望能夠為韓非做些什麼,這樣的話,他可能會感覺手上好受一點。 李斯長嘆就問:「韓兄,你還有什麼未了的心願?」 李斯長嘆說:「我…想…再看一眼外面的世界。」 李斯長嘆說:「這個要求就簡單啦,用什麼呢?」 李斯長嘆說:「這個時候,室外已經是夜色蒼亡。」 李斯長嘆說:「韓非斜斜地躺在一棵藏樹,慢慢合起來,貪婪呼吸著自由的空氣。」 李斯長嘆說:「只覺得,晚風陣陣,就好像小鳥依人一樣。」 李斯長嘆說:「韓非面上泛起一片潮紅,他說:「啊,陣風,好舒服服啊。」 李斯長嘆說:「韓非,和各位一起享受啦,好嗎?」 李斯長嘆說:「這些是公子之風啊,是為公子而來,做公子而去啊。」 李斯長嘆說:「今晚,晚風只是為一個人而淒陰,而天地只是為一個人而低碎。」 李斯長嘆說:「忽然間,外邊,力勒,嗡,一個響雷,跟著大雨傾盤,一條條閃電滑破長空,跳到四邊四邊,好像白皺一樣。」 李斯長嘆說:「面對著天威伶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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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嚇到臉都射了。」 李斯長嘆說:「韓非,他是一面安長,無動於衷。」 李斯長嘆說:「她已經將所有事都想到明明發白。」 李斯長嘆說:「陰勇其言,而顯氣其身,這就是她為自己定的沉雨。」 李斯長嘆說:「呂不韋,在生命的最後時刻,心裡頭就充滿了憤怒和不甘心。」 李斯長嘆說:「和呂不韋相比,韓非的冷靜近乎於冷酷。」 李斯長嘆說:「她坦然地接受了自己的命運。」 李斯長嘆說:「韓非望實李斯,握緊她的手話。」 李斯長嘆說:「發發實實世,我能能夠通通曉,而你能能將他們扶諸實淺,你要加有啊。」 李斯長嘆說:「韓非這番說話既是師兄對師弟的恩切期望,又是一個政治家給另一個政治家的遺囑。」 李斯長嘆說:「韓非也明白,秦國終歸要統一天下。」 李斯長嘆說:「而作為秦國的二號人物,李斯無疑就是她韓非思想的最可靠的守護者和執行人。」 李斯長嘆說:「她亦都將這李斯的身軀,完成她無法實現的夢想。」 李斯長嘆說:「好,各位,肉之後事如何,且定下回分解。」 李斯長嘆說:「李斯長嘆的特別製作,蕭卓明,見招過招。」 李斯長嘆說:「古中有古,古章,古招。」 李斯長嘆說:「古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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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於韓非之死,傳統的說法就是,說是被李斯陷害致死的。 不過,在浩明哥哥說的這個李斯傳奇裡面,我們聽到的是,李斯不過是一隻待罪羔羊,真正要置韓非於死地的是刑政。 韓非不單止一早就猜到,刑政會對自己落毒手的,而且還安慰李斯,不需要因為殺他而愧疚。 在這裏,我們不妨拋開歷史,拋開所有的正史、野史、拋開所有的爭議和謎短。 只是遵循故事作者的思路,遵循作者的想像和構思,去感受作者對一個個有血有肉的人物,尤其是李斯這個人的生動所造。 故事所說的韓非同樣是鮮活精彩的,這個看透了世態人心的超級聰明人,在對待自己的死亡上面,冷靜得近乎冷酷。 他抓住李斯,不讓其他人進來,想讓自己安靜地死去。 他理解李斯的所作所為,亦都是無奈之舉,真正想要他死的,其實是巡王。 他甚至一早就知道那些食物當中有毒,仍然是幾大口就吃光,還大讚好味。 他安慰李斯,不用愧疚,說如果是逆地相處,他亦都會一定殺了李斯,而且不會有半點魷魚。 他輕滅秦王殺自己的方法是由他所教,認為自己殺死自己,雖然可笑,但並不可悲。 他覺得死在李斯手上是好過死在搖架手上的,還留下政治遺囑給李斯,借李斯之身來完成他的人生夢想。 韓非是做到了很多人都做不到的,坦然接受了家諸他的命運。 這份坦然是建立在看透了世態人心的基礎之上的。 擁有這份坦然的人,令人佩服,令人震驚。 有這份坦然的人,令人震驚。 有這份坦然的人,令人震驚。